全国达成协议将在年底前运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提供给乌克兰 G7峰会正在意大利进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邀出席一场特别会议 随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 G7各国已经达成协议 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向乌克兰提供新一笔500亿美元 大约台币1.6兆的贷款 用于战争防御和战后重建上 这项决定预计将引发俄罗斯政府的强力反弹